接下來我們來綜合練習 我們來做一個基礎的單人沙發 我們在空白的地方先建構基本模型 就是單人沙發的坐墊 你看一下螢幕 我們試著在上視圖待會再畫一個矩形 然後給它擠出一個厚度 所以這裡的基本模型我們大概設置為 比如說它的寬度我們就做60公分好了 然後它的長度這裡我們就給它做80公分 它的厚度如果扣掉導遠角的部分 我們再給它做16 我們先做一個基礎的坐墊 之後我們再來處理它的四周的圓角 所以我們第一個動作很簡單 你就直接到上視圖 然後我們在空白的地方 你不要在收納櫃的前面 因為到時候前視圖會擋到 所以你在這空白的地方按矩形 然後接著空間上指定一點 右上有拉伸 直接在這個輸入的指定行區 就是你看這裡 看這裡 我們就直接給它打這個AXO80 然後逗號打60 同樣這個地方前面不用給它一個小老鼠符 因為這不是OK 它不用相對坐標 它直接就相對坐標了 OK 好這樣按這個Enter 有沒有就做出來 好 同樣我們之前講過對不對 如果你到底知道有沒有做錯 你可以用標註去檢查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用標註去檢查 檢查你的線段有沒有問題 不用把它標出來 夜系鍵 一樣按這個指令對不對 選這個邊線 然後看到60公分 這樣沒問題就OK 我們就繼續 好同樣你可以選擇擠出完畢之後 再給它倒圓角 或是說先擠出再倒圓角都可以 同樣我們用比較正規 就是我們在2D先處理 所以同樣那你做這個輔助線好了 比如說同樣我們希望怎樣 我們希望四邊的這個圓角 給它倒一個半徑3 半徑3公分 同樣四周都給它倒半徑3 這是舉例 OK那你要怎麼做 同樣你要做輔助線 點這裡同樣那我們點這個卷尺 同樣選到它往這裡偏移多少 3Enter 好那一樣繼續執行 點它過來3Enter 點上面邊緣上 然後往綠軸方向打3Enter 好底下也是一樣 選這裡 然後往上打3Enter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樣才有辦法鎖點 OK 我們從左上咬開始 同樣這時候你怎麼辦呢 按這個按這個按鈕 就是所謂的這個 其中點畫弧 OK 好這三點構成弧 同樣就點點這裡 好那我們看 你先鎖一個點 比如說鎖這個焦點 左鍵 然後鎖這裡 有沒有 左鍵再往這裡推 讓它相切 這樣懂得意思嗎 同樣如果你看不到這個 這個顏色的話 有些同學那個 這個電腦顯示的問題 看不到顏色怎麼辦 同樣那你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先不要用這個描眼 同樣你把它執行這個 穿透就是線架構 用線架構的模式去 構圖也可以 同樣就點它 但是它依然還是一個面 那我們這樣會比較 讓顯示卡 會看得比較清楚 如果你的這個顯示器 沒有辦法顯示 你就像我這樣做 同樣那你就鎖這裡 按左鍵 然後點這裡 按左鍵 然後接下來把它推到那個 相切 有沒有 跟邊緣相切 產生那個紫色的弧的表示 按左鍵 有沒有這樣就OK了 好你四周給它做一次 知道嗎 OK 比如像這裡再給它做一次 一樣 同樣你鎖這裡 然後鎖一定要鎖到焦點 同樣你這樣不對啊 這樣過頭也不對 你要鎖到焦點 按左鍵 然後再讓它相切 左鍵 懂你什麼 好底下也是一樣 左鍵 焦點左鍵 然後相切 邊緣相切按左鍵 OK 這裡 左鍵 左鍵 相切左鍵 OK 同樣這個原理應該沒問題吧 這我們之前講過 我們當初為什麼這個距離給它做3 然後 這個 這一段的距離也一樣給它做3 同樣那是因為 我們弧呢 它是四分之一的圓 所以說你等於說 這個地方是3 然後這個地方是3 所以你構成的圓角就是半徑3 這樣懂意思嗎 這是這個原理 因為它就是Schedule 如果沒有用外掛程式 我們沒有用外掛插件 我們用它內建的指令 你這樣做會比較 比較有那個數據參考 OK 好接著同樣 接著我們把這個 輔助線呢 你可以把它刪掉 敵解鍵 把它選起來敵解鍵 OK 然後你用這個 橡皮擦 看到嗎 就是刪除指令 移除刪除指令 按它 那你左鍵按著放 推過這條線 再推到這條線 放開有沒有就這樣 OK 好我們就之前講過那些方式 同樣直接把它滑過去 這裡 一樣 它就四周給它倒一個半徑3 好OK 那你看這個概念瞄影 再回到那個3D視圖 我們按這個 按這個指令 推拉 OK 好我們點這裡 點它往上多少 我們給它16 Enter 好 通常這第一步 大家先做一次它試一下 我們來看這個 一下 下面 看一下這個